宫廷名菜三步粘起源于清淡 首先准备鸡蛋取出蛋黄 首先准备鸡蛋取出蛋黄 水250克 糖25-30克 淀粉120克 糖、水、淀粉凭感觉加入 几样东西掺和在一起搅拌均匀 用西网楼过滤出粘连的鸡蛋清 用漏勺过滤一下 把鸡蛋液倒进锅里 用勺不停地搅动 鸡蛋液已经在锅里了 用勺不停地搅动 有一点点糊就全功尽弃了 有一点点糊就全功尽弃了 为了让锅底受热均匀 千万不要停 搅拌的速度还要加快 为了让锅底受热均匀 我没有停 搅拌的速度还在加快 变成了这种稠稠粘粘的糊 确实变成了这种稠稠粘粘的糊 有一些粘在上面下不来的 需要用专用的油刷辅助刷下来 用我家的铲子辅助刮下来 双手配合一点也不能停下来 不然底下还是会糊锅 双手配合一点也没有停下来 底下没有糊锅 这一步完成后 基本上是做成功了一半 这一步完成后 基本上是做成功了一半 两个手交换着搅拌 不然就太累了 我太累了 让锅子自己去搅拌 做这道菜全皮技术和经验 做这道菜 全皮你几十年练就的手术和经验 来一个漂亮的大翻锅 来一个漂亮的大翻锅 终于可以出锅了 终于可以出锅了 象征着谈团圆圆 圆圆满满 象征着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终于可以出锅了 Personally 其实这道菜也不得到 你一个公园 终于我 牛嘎 让 emergency 在玻璃和 会 order